感谢牧师师母给我们加油这个机会上台做这样子的见证分享 我是启昌区的志向还有启昌小组的子听 那我是在2019年6月受洗的 那在上会受洗前其实我与主耶稣整整拉扯了三年 那三年之间呢其实我经历了圣灵 就是在我听诗歌的时候在我耳边跟我说孩子回家吧 你可能会以为说我好像会很感动 没有我吓死了 我想说是谁在跟我说话 然后呢我当天又经历了妈祖的绕镜 然后轿子停在我面前 然后我崩溃大哭 我亲自感受到我一手被耶稣拉着 一手被妈祖拉着 我灵魂要撕裂了 然后呢我就觉得说 你们都不要来找我 我会怕死啊 然后呢我就很害怕 我就开始躲了耶稣 我躲了生了三年 然后后来主耶稣有放弃我吗 没有 他找我一直找我 直到找我进入幸福小组 然后进去幸福小组之后呢 神就让我经历了一场苦难 我就是陪着新娘上去玉山拍婚纱 我差点死在玉山上面 真的我差点死在玉山上面 然后是主耶稣把我救下来的 因为当时我已经觉得我失去了意志力 我走不下去了 我双脚已经失去了知觉 我身体已经失温了 我跟主说 主啊救我 我真的我没有办法再靠自己走下去了 主第一句跟我说的话是说 孩子你愿意相信我了是吗 我说主啊我愿意相信你了 我当时就马上看见遗像 我就感觉有一股很温暖的感觉 从我头顶上面浇灌下来 我知道我不是靠着我自己的力量走下山的 我是靠主的力量 我就跟主说主啊 我愿意为你传福音 我觉知信主 可是你觉得偶像有那么容易放过我吗 不会 对 所以呢 我在受洗离受洗时间 还有一个月的时间 我在那期间就发生了一场车祸 可是我当时非常知道 那时候是偶像要回去拜他 我就跟主说 主啊救我 我不想要再回去了 因为我的命是你的 所以求你看过我的一切 当年我第一次 神给我莫大的平安和信心 所以我非常顺利的受洗成为神的儿女 但是我这么经历这样轰轰烈烈的受洗 我老公有因着这样感动吗 没有 对 他反而就是在我跟他分享这么感动见证的时候 我跟他分享圣经的内容 然后他跟我说 你去信你的耶稣 你去读你的圣经 我去读我的金刚经 你不要来跟我就是讲那些 你尊重别人信仰很难吗 对 然后后来我就在神里面学习 修剪我的个性 对 然后我在神里面学习 如何顺服丈夫 对 然后我就跟我老公说 我是你的骨中骨 肉中肉 我是你的肋骨 对 所以夫妻是一体的 然后我就跟他说 你是家中的头 所有家中的一切都你说了算 我老公吓死了 他想说 这女人怎么改变这么大 对 然后所以呢 我老公在2020年11月 我丈夫家眷因着我 在主耶稣基督里的改变 他就在幸福小组内 很感动的 他愿意受洗了 但是 你觉得 仇敌会放过我们吗 没有 当我们愿意受洗的时候呢 我又发生车祸了 然后呢 我就跟主祷告说 主啊 明明就是我老公受洗 然后是我发生车祸 然后主就跟我讲说 因为你的丈夫是因着你受洗啊 对啊 所以征战在你的身上 但是不要怕 只要信 这是神给我经历第二次的信心 对 今年 我儿子要受洗了 我你刷你等你知道吗 然后呢 可是我跟我丈夫 其实在他受洗之后 我们一直持守着家庭祭坛 对 然后 我们明白会有征战 但是我们不知道 这次仇敌要出什么招耶 所以呢 在4月12号 我老公军中的其中一位学员 他染疫了 我老公现在被关在军中里面 对 然后呢 我们其实非常的忧虑 也很紧张 但是非常感谢牧师师母 还有区长 还有所有弟兄姐妹 为我们家祷告 把我们家拖住了 可是隔天呢 4月13号 我儿子的学校 也有一位学生染疫了 然后全校总共匡列了 1902位的师生 但是非常感谢主 只有我儿子的这个班级 没有被匡列到 对 然后更感恩的是 我老公家军 他快塞和PCR 全部都是银性的 感谢主 这是神给我第三次的信心 是的 但是神让我看见 我们都会经历试探 征战跟考验 但是神让我知道 我们恩典够我们用 因为上帝会帮助我们 信心成为我们的力量 祷告与仰望 哈雷路亚 一切感恩祷告 荣耀归于主 谢谢主 阿们 谢谢大家 阿们 谢谢大家